我们都知道家里如果说有长期卧床的人 在家可能是家人 为了避免他有发生压力 我们可能没两个小时 应该是说正确来讲 我们没两个小时就要去翻一次身 那如果我今天是家人 我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如果没两个小时要去翻身 如果再加上我这个 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他可能体重很重 我可能翻身这个动作 我需要两到三个人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 财经资讯平台 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 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能杰和红耀和你一起探讨 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 尤其是一些男性 有没有在睡觉时打鼻鼻的情况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非常痛恨我这个父亲打鼻鼻 他一打鼻鼻呢 我就整个人睡不着觉 可是我长到发现呢 我自己也成了我当初讨厌那个对象 就我才今年才25 可是我就发现说 是不是因为我越来越发腹了 然后就开始有这个打鼻鼻的现象 不过好在这个没有很大声 不然的话我想这个我女朋友应该把我轰出房门 是 洪耀你说这个打鼻鼻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说打呼嘛 对不对 其实我也有就是打呼的状况 然后我本来也以为说是因为就是年纪大了 可能体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就像你讲的发腹嘛 但是后来我也听说 有的时候这个很像是有点遗传的状况 然后也跟体重不一定有关系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鼻子可能有受过伤啦 或者是本来天生的构造就是会容易打呼 或者是打鼻寒 所以这个就是我相信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啦 打呼的那个人可能不是觉得那么痛苦 但是睡在旁边的人就很痛苦 是是 但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我们一般上理解就是那打呼的人其实没什么嘛 但其实如果你一个星期有三个晚上或以上 睡觉时有打呼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大声 甚至你有时候会经历一些睡梦中惊醒啊 早上醒来非常的这个口干舌燥很疲倦 而且会头痛 非常的吃睡就非常想睡觉的话 你就可能要注意 因为打呼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一个习惯而已 它有可能是你已经患上了这个睡眠呼吸的中止症 对其实这个你说到睡眠呼吸中止症啊 其实我也在怀疑我自己有没有 因为我最近也是大概这个月以来 就发现说睡到一半会突然的惊醒 或者就是觉得你像呼吸有点困难的样子啊 但后来我发现了是我另外一半呢 他半夜把冷气关掉啊 所以就是空气不太流通 但是无论如何 当我们进入了三四十岁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去定期做一些检查啦 就是特别是有打呼或打鼻汗的朋友 对 那么简单的说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其实上呼吸道也就是我们的鼻咽 口咽以及喉部发生反复性的这个塌陷 造成呼吸道被堵住啊 那么使你的呼吸变浅 而且是比较费力 那么如果这种的症状不断的持续下去 越来越严重的话呢 它是会造成气道完全的阻塞 甚至可能在你睡梦当中 你会造成窒息 所以真的要非常注意 对 这就是睡眠中止症的简单的一个定义啦 那根据美国神经医学期刊的那个讲法呢 其实无论是男女啦 刚刚我们都说是男性嘛 只要你在睡眠中呢 平均每小时有五次以上的这个呼吸暂停 你就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 那解决的方法可能有很多 那其中一种方法呢 是或许你可以购买一种 让你在睡觉时 佩戴的连续养压呼吸器面罩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 沿着这样子的一种病症 要介绍这一家医疗器材公司APEX 他们有一款产品呢 其实就是这个连续养压呼吸面罩 而且呢 他们当中这个型号为Wizard510的 这个呼吸器面罩呢 更荣获今年的台湾精品奖 是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邀请来这家公司 他们的业务主任 Tiffany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她也是号称 很像也是半个马来西亚人的Tiffany 因为她真的是来马来西亚的次数 也非常多 虽然她是台湾 来自台湾 我们这个时候就来邀请Tiffany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你好 Hello你好 各位听众你好 Hello主持人好 我是Tiffany Hello Tiffany 那我们知道APEX其实它的业务刚刚没有说这个连续的这个呼吸面罩嘛 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器材啦 这里就不一一的熟练 但我们可以发现说你们其中的两款产品 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呼吸面罩 第二个是气垫床 就是防止病人在酒 因为躺在床上会生仓的那一种 这样子一种特别的床 它似乎虽然不是直接 这个在特别是现在是抗疫的期间嘛 不是直接面向的 你们的这个目的是睡眠中止症 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面向 但似乎又跟我们讲的呼吸器 跟我们讲这些床垫不够床位 有很大的关系 不晓得这一次疫情当中 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些 你们是不是疫情下 我们所谓的受益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呢 是 其实我们公司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当中 的确我们是有一些 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现在蛮多 那主要我们是分为气垫床跟呼吸类的产品 那在气垫床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有针对这一次COVID的关系 我们有设计出了一个最新的产品 那偷偷的说 它现在也正在台湾精英这样的审核的 品项里面 那是我们今年的我们相当有信心的一个产品 同时它为什么还蛮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像我们都知道说在COVID的发生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比较急性的状况下 可能会发生一个叫做ARDS的呼吸窘迫 症候群的状况 那像这样子的patient 就COVID很严重到发生ARDS的时候 它其实这样子的patient 我们在guidline里面会建议 它可能就是要用 一般来讲我们病床都是用糖的 但是它可能要呈现一个俯卧 就是脸向下的这个position 那它在这个姿势里面 可能要维持14到16 那为什么要维持这样的姿势 就是我们要增加它的养合率 提高它生存的机会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因为时间很长 我们都知道糖的时间很长 就可能会得到pressure injury 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现在 比较常常讲到pressure sore 或者是pressure ulcer 这个字眼 就是压疮这个字 那为了避免我们的patient 在这样子很即兴的状况下 又要避免他得到压伤 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ProCareProm的产品 它就是给服务为的人使用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在台湾 已经有捐赠给各大的医院 因为其实最近台湾也是 开始有一些口力 比较大的情况出现 我们开始有去做了一些捐赠 也在我们一些大型的医院 开始使用了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鼓舞人心的 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企业 可以来效法的 特别在这个COVID的这段期间 企业他们做出了一个表率 然后捐出产品 就为了大家一起来抗议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你们公司在过去的 这个30年里面 其实你们也花了很多的经费 在做这个R&D 然后你们也陆陆续续的 收购了很多家的 这个医药材的公司 那在这30里面 我相信这个业务肯定 它是有转变的 过去你们比较多是服务 可能比较年长的群体 那么现在你们服务的 这个客户群里面 是不是有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呢 其实我们过去30年 APEX在成立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医疗器材这一块 其实算是走在世界很前端的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分为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集结了很多 台湾很优良的产品 我们来做外销这个部分 那当然相对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拓展的是 我们在每一国销售的 同路跟channel 以及我们在当地的 local的partner的合作 那在接下来的十年 也就是第二个十年的时候 我们APEX才开始有一些 很大型的知名的国际的厂家 他们开始找我们做 所谓的OEM跟LDM 在第二个十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公司累积了 相当多的设计研发 然后产品的这个部分 我们学习到了相当多的技术 那在第三个十年的时候 我们决定投入了 APEX就是亚伯 这个品牌 我们推入这个品牌的时候 其实我们开始透过R&D 以及我们的临床团队 开始去做 怎么去define产品 就是我们怎么样的产品 对我们的招呼者 跟使用者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开始 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开始发展的品牌 也开始加深了 跟各国的伙伴 做一个品牌 通路的合作 现在APEX的这个业务 其实据我们了解 也是遍布全世界六十个国家嘛 对吧 那其实define在前面说 也是拿来西亚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据点啦 那我们仔细聊聊里头的产品好了 就是刚刚我提到一个部分 是关于气垫床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的理解可能就是 它就是为了避免 刚刚define有讲的 这个避免压窗这件事情 那能不能跟我们再仔细的介绍一下 它跟传统的病床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分别吗 其实传统的病床上来讲的话 病床它其实就是 不管只是居家 或者医院的 它是一个床 那为什么会使用到气垫床 主要是针对于说 在上面的使用者 它可能是比较不能动的 然后或者它可能 卧床的时间很久 或者它记忆本身的条件 比如说它可能 比如说它营养可能不太好 然后它的进食状况不太好 我们要保护 这样子一个使用者的时候 我们会用气垫床 那气垫床它的原理 其实就是 因为我人不能动 所以我的气垫床 它自己会去动 它每一管中间 做交替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的身体 每一个区块产生 没有压力 没有受压的状况下 它就不会容易受伤 对 我相信其实 像我自己家里 也有一些长辈 他们是长期卧床的 但是在过去 很久以前的时候的事情 所以如果当时 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相信也是现在的 这些病人的一个福音 就是特别是对于 这个长期卧床的朋友来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是能够让他们 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 其实我发现说 APEX的很多的产品 都还蛮用心的 像比如说你们的 这个呼吸面罩 还有呼吸器 就会发现说有一些非常 有趣的分类 比如说你们会提供 不同的生活形态 来做分类 里面有一些是适合睡前 喜欢看电视的 或是张口呼吸的 测睡的 或是皮肤比较容易敏感型的 那当初是一个 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会把产品去做 这样子的一些区分呢 因为其实像我刚刚先前 有提到说 我们公司有一些 临床的人员 我们在做study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 使用者的情境 去做了解 然后再 像举例来说 像马来西亚 我举气垫床来说 其实这个东西 我是希望我们 马来西亚这边的 使用者 可以更加的 愿意接受它 去使用它 原因是因为 其实马来西亚 我们都知道说 它的diabetes 就是糖尿病的人 其实比率算是 在东西里面 东南亚这些国家里面 它其实算是很高的 大概有 如果是18岁以上来讲的话 大概可能有18%这么高 一般来讲 全球来讲 大概可能 18岁以上 可能是8%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是大概将近有18% 所以这样算一下 其实 大概可能有 390万左右的 马来西亚人 他是有diabetes 那diabetes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在伤口的复原上面 上来讲话 他其实比较不容易复原 相对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要更去做一些 prevention的动作 然后像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的呼吸 睡眠中止症这部分 其实它跟肥胖 也有一点点关联 那肥胖又跟 马来西亚的关联也蛮大的 因为大概可能有 成年人的话 大概有一半 一半的左右是肥胖的 那甚至在这一半里面人 有30几个percent 他是过度肥胖的 那他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也就是说亚伯的产品 其实我们指 就是在重点在于说 预防医学上面 是我们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常常讲嘛 预防肾与治疗 的确在治疗伤口这一块 跟糖尿病这一块 其实在马来西亚政府里面 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effort 跟钱在里面 那我们就是如何谈 就是去预防他这样子 好 理解 那其实我稍微从 这个Tiffany的 这个讲解东西 可以理解啦 就是他们其实包括 刚刚能及有提到的 这些分类呢 都显示说 其实他们是非常关心 整个病人在运用 他们产品的时候 具体的情况 会是怎么一个样态的 就是非常关心病人 这样子的信念起家的 一家公司 那我不晓得 这个你们之所以能够赢得 我们前面有讲到的 这个Wizard 510 连续仰压呼吸器面罩 就荣获今年台湾精品奖吧 我相信跟这个精神 是脱不了关系的 但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它能够荣获精品奖的 这个自胜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 就是在呼吸器这一块的话 其实在国际上投入的厂家 并没有非常地多 那APEX这个Wizard 510 它之所以会获得 是因为一般来讲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近视可能就是 你选择雷射或戴眼镜 在OSA的病患 也就是呼吸睡眠中止症 我们简称叫OSA OSA OSA病患里面的话 就是你可以选择动手术 你也可以选择戴呼吸器 那戴呼吸器就跟戴眼镜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 在第一次戴眼镜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脸上多了东西 我很不习惯 或者是我突然觉得 好像我的鼻子有东西压破了 我很不习惯 我可能戴一戴 我就马上拿下来 所以在适应期这一块 是OSA病患在使用CPAP 能不能长期使用的一个关键 在一个月内 他如果可以接受使用 这样一个系统 他其实很快 他长期就会感觉到 他自己身体的变化 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那在五一者五一零 我们首先设计的就是 他在整个视觉上 因为他是只有 你就想象 他可能就是只有一个面罩 他是盖在你的鼻子上面 所以你的眼睛并不会被遮蔽 你的脸上接触的东西少了 所以我们的使用者 在过度的期间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并没有被 很多的因素去做影响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使用者 开始做一些比较近期的关系 让他去习惯使用这样子的机器 那其实OSA的患者 他其实有分为白天跟晚上的一些症状 所以其实如果说听众朋友 你也很想关心说 自己有没有OSA 其实我们可以从白天跟晚上的症状来看 白天你可能一早上起来 你可能会有很头痛的状况 你也可能开车开到一半 你可能就会睡觉 或者你没有办法专心 你很容易入睡 你可能情绪上的控管上 会比较不容易 你可能会很容易生气 再来晚上你可能就是 很容易起床上厕所 或者是你的枕边人 这个很重要 你的枕边人会很明显感觉到 你有很大声的打呼 以及你可能会呼吸到一半 你就没有呼吸了 然后你可能会突然发现一个症 可能就是呼吸这样 突然打了一下 然后你自己就醒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影响人体最多的是在于 你没有办法 你好像有在睡觉 但其实你的身体并没有在睡觉 那它长期来说 可能会发生一些 比如说心脏病或第二型的糖尿病 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你的身体并没有办法休息 这是我们长期在看这个病症 它去影响人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你这个产品它会得奖 就是因为你们很用心的去观察说 这些病人或者是病患 他们长期的这些 不管是病征的需要 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需要 然后去很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设计 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奖的关键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讲说 包括像Tiffany说的 这个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很像预防就要它去渗透进 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在这样子的一种的趋势底下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医疗其实它再也不只是一个 治病的工具了 它应该是一个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个工具 那就想请Tiffany也来分享一下 APEX将会如何针对这样子的趋势 来做出怎么样子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呢 其实主要是在于说 像我们举例来讲好了 就是气垫床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发展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家里如果说有长期卧床的人 其实我们有两个必须要被照顾到的对象 一个是我们的Caregiver 也就是照顾者 那照顾者又分后 在家可能是家人 那在医院就是我们的护士 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减低 因为像我们都知道 长期卧床的人 他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他有发生 Presure Injury 就是压力性损伤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没两个小时 应该是说正确来讲 我们没两个小时就要去翻一次审 那如果我今天是家人 我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如果没两个小时要去翻身 如果再加上我这个 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他可能体重很重 我可能翻身这个动作 我需要两到三个人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如果我今天是医院 我是护士 我可能一次要照顾 以马来西亚疫病比 我可能要照顾到八个 这十个不等 所以我每两个小时 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照顾者来讲 他也有风险 比如说他可能会拉伤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照顾者本身也会有危险 就是他如果没有准时被翻身 或者是说他在翻身过程当中 拉扯也可能造成他的伤害 所以亚伯在照顾 就是预防医学这一块上面 我们会非常希望大家要去重视他 因为你不只可以改善的是 使用者本身的生活品质 他同时也可以改善的是 照顾者的生活品质 你可以花少一点的力气 然后你可以有多一点 自己的生活品质 那在整个医病的状况下 他其实是可以取得 一个很大的和谐的 对 其实今天跟Tiffin你谈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APEX在整个医疗的信仰当中 他们不只是看到病人很深层次的一些 生活起居饮食的需求 而且他们还把这个目光放到了 这些照顾病人的人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照顾病人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它基本上是关怀人 不管你是病人也好 或者是病人的家人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这样子 信念非常非常足 也使得他们的产品非常carrying的 一个这样子的企业 而且像在我们马来西亚呢 可以算是我们气候 非常的炎热的一个国家 而且就像Tiffin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 有报道马来西亚最甜的国家 意思是说我们的台湾 变换的这个比例好 因此而有卧床 或者是说就是长期的 对于这种气垫床的需求的人 我相信是相当的高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种 气候跟生活环境里面 其实我相信 大家可以多一点的去认识 类似这样子的得奖的产品 肯定会为你的生活的品质 特别是对于病人来说 对生活品质肯定会有 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以及增加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 Tiffin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到开门建商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谢谢你 谢谢你 Tiffany 谢谢你 谢谢 开门建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星期到星期五 每天存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